現在來看到大選倒數火藥味是越來越濃 除了剛剛看到的SAKADU三位主角 連中共也派出了主角嗎 因為他們在北京的出手戒選 包括了招待 臺灣的里長跟基層到當地去旅遊 要影響選舉 再加上假訊息 連他們的主帥習近平昨天都公開談話了 再度針對了臺灣的大選 他說堅決防止任何人把臺灣分裂出去 那麼他說臺灣必然會跟祖國給統一 甚至加碼譴責了賴清德說他是危險的 台獨分裂分子也引發了國際媒體的關注 路透社也說現在習近平再度打出了 一個中國跟九二共識 但他們說這相關背離事實的說法 臺灣的選民看起來不會受到影響 甚至可能對民進黨來助攻 因為就在與此同時 這個習近平如此強烈的時候 昨天政見發表會 賴清德就緊抓著炮轟了國民黨 因為幾乎跟中共一樣的說法 報警著一個中國的神主牌 反共變成了親共 再打出之前臺灣民眾普遍非常喜歡的蔣經國 說相關的朱立倫 馬英九跟趙少康侯友宜 這樣子親中能夠對得起經國先生嗎 那麼侯友宜昨天也回擊了說 把這個賴清德依舊是這個台獨的恐怖分子 他說兩岸跨不過的萬里山 只有國民黨能夠跳躍了藍綠對抗 跟中國持續拉好關係 痛批賴清德的意識形態 包括他的副手趙少康也再度呢 為了要讓民眾對他們有信心 他說未來如果他們當選 他跟侯友宜的任內 絕對不會跟中國統一 因為目前兩岸沒有統一的條件 還說他能夠持續地跟對岸來溝通